提到新式立品牌啊 蔚来绝对是代表之一 然而说起中大型纯电轿车呢 ET7会不会已经出现在你的脑子里了 本家上海车展上2023款的蔚来ET7呢 它来了就是我身边的这台 目前现款的售价呢是458000到536000 这次上海车展上啊 2023款的售价呢也将随之公布 它的前脸设计呢叫老款 是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的 车身尺寸呢也没有变化 车身长度是5101毫米 轴距呢是3060毫米 标准的一个中大型的尺寸啊 OK现在我们来到了车内 这次蔚来ET7的这个改款啊 基本上全都是围绕着 配置更丰富 体验更舒适 架控更智能来展开的 全车的升级呢 一共有大概15项左右 包括啊这个镀铬的一个试矿 全新的这个拨杆设计 还有这个水杯限微器 以及这个PU方向盘等等等等 此外啊还增加了这个40瓦的无线充电功能 可以看到啊 虽然都是细节上的一些调整 但是不难看出 蔚来ET7的这个升级 还是以这个以用户为导向的思路去进行的 这一点呢就非常非常的nice 此外在这个舒适性方面啊 它还将这个前后座椅的 这个坐垫的近身 进行了一个增加 这样的话大腿的支撑性会更好 长时间乘坐起来呢也会更加的舒适 辅助驾驶维度呢 新车增加了这个出入匝道 自动合流分流 自动超越慢车等等等等功能 可以说啊 帮驾驶者进一步减轻了这个驾驶的负担 动力方面啊 新车搭载的是双电机四驱 并且啊 配备了多种的驾驶模式选择 还有这个自定义的模式可供选择 官方给出的零百加速时间呢 仅为3.8秒 面对这么大一台车啊 车长超过了5米1 这个加速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亮眼 并且啊 是以用户为导向的设计思路 这样一来呢 是新车还调整了这个动能回收的一个舒适性 毕竟啊 很多燃油车车主面对这个电动车 对这个动能回收都是有一个抵触性 因为驾驶起来实在太难受 尽管一地期 即便是你调节到最强的一个动能回收挡位呢 也丝毫不会感觉到过度的一个拖拽感以及顿挫感 这样的话可以完完全全大幅度提升这个驾驶体验以及舒适性 这点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全系标配的空气悬挂啊 更是体验出了蔚来一体7在配置 以及这个驾驶舒适向的不断追求 与此同时啊 新款的蔚来一体7呢 还全系标配了空气悬挂这个功能 可以感觉到啊 还是非常有诚意的 其实蔚来一体7的产品力已经非常不错了 甚至已经超越了很多盒子平台 面对越来越卷的汽车市场 没有瞄准用户的需求精准发力才是硬道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